我以为我已经是很早很早来的了 因为第一场活动是从10点开始的 但是现在才9点半 已经有这么多人在排队等着入场了 还记得我跟大家说过 我买设备只去B&H这家店吗 今天就是这家店举办的一个器材展 今年正好也恰逢这个店开业50周年 所以他们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先来领一下我的入场风行阵 拿到了可以进了 我们去看看今天这个展会 都有什么样的产品出现 这个遥控器比我想象中大好多啊 这海王系列终于来到美国了 在之前在这边是完全没有销售的 这个系列的下水绝对的安全 因为它这个是个防水的设计 沙子完全进不去 前些日子就带着我那三条架去海边了 结果进的全是沙子 回家清理特别的麻烦 这款呢相对来讲就方便很多了 而且这蓝色实在是太特别了 这款实际上就是我现在用的那款 LS324C的三条架 只不过它是一个蓝色防水的版本 其他的地方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来主也有这种快拆的设计了 我是不是应该也换一个二维云台啊 而且好像要轻便很多 索尼的柜台好像没什么机器啊 主要是一些拍视频的机器 里面的感觉 你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 非常好 然后你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 然后每次都活动 所以我用这种感觉 我用这种感觉 所以你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 然后你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 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要来看的一只镜头 非常的轻 这镜头感觉手持都行 我是不是应该也要转到尼康Z系列呢 佳能展位的人也太多了 根本都挤不进去 先去看看别的吧 这就是碳纤维版本 真的是眼花缭乱啊 这全都是设备 哈哈 感觉这就是一个设备党的party 这可能是继富士XT5上市以来 我第一次亲自摸到这个机器 感觉确实和XT3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 这个富士展位也是比较的简易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机器放在这儿 所以既然没什么机器就拿点小礼物吧 我们很高兴设备的 所以我们想要超级的镜头 而且我们想要很多细节的镜头 对吗 所以电视图备 我们处理了一枪的镜头 这就是有趣的故事 我们很简单的镜头 在镜头的镜头 很简单 然后特别的镜头 我拿着这个Pocket跟着陆半天 还有好多人来问我这是什么东西 我还给他们推荐了一波 我在这个品牌买了很多配件 这手感太棒了 我的耳脉都已经掉皮了 看我看见了什么 这不是我的包吗 看看它的新款颜色是什么样的 非常喜欢这个黄色的 现在都没货了 这是它最新的女士的系列 颜色和衣袋的探索非常的像 但是我更喜欢这个黄色的 如果现在再买冯抽象的话 我肯定会买这个Air系列 而且你看那个颜色多好看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黄色和橙色的设备 非常的感兴趣 三角架要是能做成橙色的就好了 三角架要是能做成橙色的就好了 这不是我最爱的纸吗 这不是我最爱的纸吗 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展会上还被很多小伙伴给认出来了 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这是一套非常非常聪明的设计 买一个硬的保护箱 里边再带上两个这种软盒 然后到了目的地呢 可以把这两个软盒放到背包里边去 非常非常棒的设计 我使用这家公司的硬头箱也很多年了 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软盒 935 好吧 说一下今天我主要来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摸一下这个尼康新出的180-600 这只镜头是我近期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产品 画质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更详细的测试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还有它的重量 伴随着这次活动的同时 还有大量的折扣出现 也是非常容易冲动消费的一个时机吧 但是我hold住了我自己 这一次没有下任何的单 就是纯看一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挺难的呀 这是今天的收获 到博物馆来看看 这就是来图银色的三角架 这个色很酷啊 这个色很酷啊 这就是在这边 这边是新衣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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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人家开了这么一个卖相机的店 我都还没出生呢 想想也挺厉害的 50年经营同一个生意 佩服 任何事情只要能坚持下来 其实都是很值得佩服的 甭管做什么 咱们把咱们自己喜欢做的这点事做好 坚持下去 时间过得也太快了 10点进来的 我现在一睁眼 已经下午4点了 我可以走了 一点都没感觉累 各种聊各种看 简直是太丰富了这一天 到嘞 我回家了 感谢收看这期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艾迪 咱们一起玩摄影